歡迎收看新影片甚麼 machine 中 tav1 新朋友 Vishal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撐廣超聯精華節目的時間 我是Lisi陳海文 剛剛星期六天踢了五場港超聯賽事 潔質的中堅艾利奧 成為南丟史上第六位上陣二百場的球員 依然恭喜 而君业北区的朱伟均、东方的余再延 同样射入了他们今季的第一球 现在就一起看回五场球的精华 中坚人寿香港超级联赛第15周的赛事 于23主场对着深水埗 今天就在虎山道球场上演 暂时来说于23 在联赛中仍未能赢得到 接着就有一个角球的机会 这个球回后一扯过来也很漂亮 顶到了总柱入 这下球 顶球就是邓家 投球一顶的时候还未彈落地 再補一脚 其实都应该先入球 好了另一支角球 这次不用人帮你入 这个球很惨 就是早一点 云海至少有些受伤 出了治理之后 一进回来马上就 帮对手做了个助攻 这个球的乌龙球 真的输得比较惨一点 上半场方面 没办法 落后两球 下半场其实开赛初段 都已经开始施压力了 这个球在全频努力之下 在出界之前 把球捉回来马上 最后赫熙能够射成2比1 其实这个球的邓子军 有点大意 他猜不到后面有个对手 林志峰就叫做勤力 林志峰最后的球 是助攻给了鶴熙 猜不到 追到2比1之后 突然间峰回路转 这个球斩过来的时候 猜不到 邓子军手撞到球 判罚了12码 鶴熙处理 但是这个球就拿得比较盡了一点 可能就被梁卿杰 有点心理压力给到他 因为两个在流浪的时间 实在太熟了 知道射些什么路 可惜这个球不进 仅仅2比1之后 这个球就猜不到 宋朱浩说我都猜不到 随便走过去都可以把球撞进 这个球捉起来的时间 其实没什么威胁 反而云天乐 就是出来解围的时间 把球散开到宋朱浩那里 最终深水宝以3比1 这个比数击败了U23 中人人寿香港超级足球联赛 晋风的主场挑战杰志 每一球早段杰志的攻势 可以说是一击即中 入球的就是迪美努夫 亦是这位乌兹别克中锋 今季在各行赛事中的第六个入球 当然要多的是罗子晋的助攻 令到杰志能够在开球五分钟就领先 接下来的时间 杰志又找到入球 依高传送给基尔顿做一件相当之简单的工作 在17分钟令到杰志能够搶到2比0的优势 接下来的角球机会 建功的就是罗素 当然伊高沙托尼出波出得漂亮 恩查也是搞局的 令到罗素能够撞入成3比0 这个入球也是罗素今季个人在超联的第一个入球 就是他可以跑赢罗素 把球送入网 入球的时间是27分钟 在半场结智 可以说是清风送爽定是领先3比1 比赛的节奏到下半场就相对地慢了些 这个回传就是基尔顿的失误 给到柴田勇辉机会 一个软射 但这是偏离目标的 没有发展 将落后的波幅进一步收集 接下来的时间 去到比赛的尾段结智 又有机会 放出来 后面还有个厉害 一个重炮 虽然射中了一条门柱 但最后省中了陈家豪 结果这个攻势变成入球 最终结智也能够以4比1 击败了进锋 中人人寿香港超级联赛在北区运动场上演 有军业北区对着大步 军业北区上半场的初段打得不错 这下角球攻势 林洛恒斩过来 拍到加多一头 这下朱毅君虽然顶入了 但球证判越位 看看VR 确实是越位 判入球无效 依然是0比0 大步的机会 这下 郑智森的远射 射得很漂亮 左脚射过去 但被林俊杰撲出 再中门未出界 接着 军业北区的机会 这下朱毅君是接应肯敌的妙传 为军业北区在40分钟射成1比0 先开纪录 这个也是朱毅君今季的第一个入球 但大步在分钟后迅速攀平 这下 队长加比尔接应角球比迪高的开出 头锤一顶 就为大步顶成1比1 换边之后 这下 叶卓文有点沽寒 就被马卡雷纳拿到球 接着加回中间比迪高 下半场开球应该是不够一分钟的时间 大步就把比数改写到2比1 这下就要赚马卡雷纳 就很努力 捂掉球回来 比迪高也很冷静 接着这下比迪高妙传给马卡雷纳 马卡雷纳再扭过林俊杰 当时球证判罚12马 看见比迪高这下比得相当漂亮 已经失了平衡 但都交给马卡雷纳 不过 看回VR 就见到马卡雷纳 当时的位置是处于阅位的位置 军逆不驱的 刺死球的攻势 看到林洛勤 刺死球的攻势 斩进去 王伟角后备入剃 这球顶起来可惜更门尾 就未能为军逆不驱攀平 接着也是另一位后备入剃的球员 陈兆军交球好球直线 被雷纤奴面对着门将 冷静地射成3比1 陈兆军交球 当时已经是比赛末段 这下看到雷纤奴都很冷静 面对着门将 射成3比1 陈兆军也是漂亮助攻 结果这场球 大埔是以3比1 击败军逆不驱全水3分 中央人受香港超级联赛 星期日有港会助阵香港足球会足球场 挑战前列分子李文 李文开局 反合为主 踢得搶姜 开播入分中 安尼亚禁区内回后 相遇复出的基华尼敦 一射紧紧柱边出街 黄克军团好快就打破姜局 九分钟 王威开出个球 美主角艾华顿再交入小禁区 港会门将麦亚拍不远 还有河西安组门前快脚射入 紧紧一分钟之后 李亚海放冷战 被麦亚撲出不远 安尼亚冲前抢球 再回后 造就黄威射入 李文半场领先两球 换边后继续是李文的世界 55分钟 胡俊领看到定放长球 菲利皮尔和吉斯利 漏了 被安尼亚轻松跳过麦亚 再用头锤顶入空门 进一步为李文拉开比数 全场机会不多 港会 这次攻势算是比较近磅 李俊賢推过半场 再分开右路 周志謙再交入禁区 可惜李俊賢窄到射门 威胁不到陈家豪 比赛后段 李文仲有波入 顶乐峰顶前 想解围的刘鶴铭 和出型的麦亚撞一球 益了后备入替的张希妍 轻松把球送入空门 最终李文作客以4比0 大胜港会 重返胜轨 李文23号 中文人寿香港超级联赛第15周的赛事 有标准流浪 主场面对着东方 今天流浪 放了一个三中坚5号阵式 配搭两个中场 林辽泰和林显霆 前线有三位 包括伊巴謙 刘志乐和神田梦塞 入球在上半场出现的球 一个漂亮的头锤 来自东方的中坚高素巴耶夫 当然也要赞 余在燕 出球的落点也有好处 要靠着这位高大中坚 放了一个漂亮点 转过头 有一个VAR情况 要看一看 这下原本的球 阿君仪射了球 伊巴謙 面对着对手的高素巴耶夫 看完VAR之后 就看到东方的中坚高素巴耶夫 的球一胸口 照完之后 左手手腕的位置 碰到球 球阵的廖角文也 立即看完VAR之后 直指十二码 十二码是由 柳之落去处理的 面对着刚刚在国际赛棋 表现非常出色的门将叶鸿辉 真的飞到处备 就够处理的 就够处理的十二码 一班流浪的球员都很失望 最失望的就是自己失误 这下回到后 门将够够了一下 但够不到第二下 巴科尔一个远 他们入球 但这边就是 流浪的中坚林唐真 一个自撒式回传 原本就看到余在燕想过门将的盧少奇 第一下不行 第二下 幸好有巴科尔一个入球 在上场尾段 原本流浪有一个角球攻势 转过头被对手打到反击 射门再到的内置是余在燕 被盧少奇挡了之后 跟第二个入球 真是二曲同弓 先是余在燕 再有巴科尔響毒 将这个比数射成3比0 变成上半场的比数 去到下半场 看到流浪 将中坚林唐真换走 将中场的杜国瑜入剃 去到下半场的组段 有个黄金机会 神田蒙什把球出在中间 看到前锋伊巴謙的迷门 但过不了叶鸿暉 但这下看到马高斯 下腿踩中后面入剃的杜国瑜 这次的十二马就没问题了 处理的是神田蒙什 有点直步 射回满章叶鸿暉的左手边 把比数拉近到比较接近的3比1 这边又见到后备入剃的陈耀祖 在短时间内拿了两个黄牌 原本3比1的时候 流浪攻势不少 博到很多罚球 和一些迈门情况等等 但是小打人底下 变相东方就拿了很多进攻机会了 这边有年轻球员的吴宇熙的射门 看到这下流浪的中坚 崔右载就省中他的手 十二马一处理是来自余在燕一个漂亮的高球 这下就 守死了门将这边的盧小企 将比数射成4比1 今天余在燕表现非常出色 几次的进攻 都有拒粉 有助攻 也有入球 去到比赛最后阶段 年轻的小将吴宇熙 都不执书 将他召回大位 射球往远处 将比数改写成5比1 东方也是靠这五个入球 以5比1击败标准流浪 亦都在联赛 稳守前列的位置 和大家看看最新的联赛榜 四支前列球队赢球后 李文以14场得36分牌榜首 打小场的杰志有34分牌第二 东方27分牌第三 有25分的大埔牌第四 第五位有灌中南区 至于标准流浪 港会和军业北区紧除其后 而有两场胜仗的深水埗升上第九位 晋风仔第十 而榜尾就是香港U23 看下来近的直播安排 今晚8点就会上演赛马会精英杯 第一场四强战 由杰志对大埔 到时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的 YouTube和Facebook专页 就会联同ON.cc东网 杰志和大埔的Facebook专页 看看我撑本地球同步免费直播 至于来近星期六日 就会有三场港超联赛事 安排了按次收费直播 包括标准流浪对大埔 杰志对东方 和军业北区对深水埗 到时记得留意 而各位撑本地球迷 想重温赛事和球会的报道 可以登入这个网址 记住下载东网App收睇直播 如果想直播期间和我们的 评讯会动《港波经》 就可以去到我撑本地球 Facebook专页留言 今集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